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专业的销售必修课程 平常的话我遇到很多做销售的朋友 他们说做销售怎么样 我说做销售挺好 他们说为什么挺好 因为我姓王 明挺 叫王挺 所以关键的时候总是有机会推险一下自己 我们以前陈毅写过一首诗 叫大雪压轻松 轻松挺且直 今天在这里面不是过分的张扬我的名字 更多的时候呢 我希望跟我们所有做销售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声 做销售需要的是一种韧性 因为大雪压到松树上面的时候 你需要的不值不值的态度 因为销售永远会面对拒绝 没有拒绝的话 就没有今天我们销售的职业 所以呢 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 在销售过程中怎么样面对拒绝 并且有更好的方法避免拒绝 然后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那其实对于销售呢 外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误解和错觉 在99年呢 在深圳有个调查很有意思 说100位对于职业方面的美誉度 调查的结果呢 销售排的是第99位 那最后一位也就是 倒数第一名是什么职业呢 答案是小姐 所以呢 销售职业对当时的口味真的不好 包括到今天为止 很多做保险的人 他都不太轻易的会被别人完全的认同 其实在我们销售领域里面很多人都在说 怎么回事 我们会把销售的话看成是这样呢 因为销售很多的时候 它需要的是绩效考核 所以呢 销售的目标心非常强 非常聚焦 但是在这种高压之下呢 如果它的技巧 礼仪习惯态度价值观等等方面有一些偏差的话呢 就会导致虽然你能拿到那个绩效的结果 但是不一定保持长远的基业长青 也就是说我们会认同销售的拼的那种精神 勤奋的精神 但有的时候可能不完全认同做销售的方法和途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销售的必修的教程 那其实在认知上面有两个很严重的错误 在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脑海里面 就是说管理人员不需要做销售培训 事实上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销售的话 里面是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技巧 包括说服的技巧 包括沟通的技巧 如果管理人员懂得销售技巧的话 它不但能够带动整个企业的技巧更好 而且对于管理的工作也会非常有帮助 第二个就是非职业销售人员不太需要销售培训 其实也不是 比如采购经理 比如人事经理是必须要经过这样的销售训练的 他们才知道如何去面对 包括在我们今天的教程里面 也会有专业的我们催眠式销售的方法 比如说体态语言观察 我们会知道你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我平常很多的时候会去尝试测试 会增加自己的判断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有利于你自己 完善自己的个能能力 比如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当你问他几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他回答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有一些很小的技巧 让你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有效的证实 因此呢 对于销售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各个部门 各个行业其实都有机会去了解 其实还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应该有听过 说管理呢 其实80%的时间都在做沟通 而沟通本质其实就是说服说服 那它核心是什么呢 其实针对于我们做销售来讲的话 很多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服别人 其实都是相通的 所以在认知上面有两点 可以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一生要奋斗的职业 在座各位当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会用哭声去换的奶水 我们会推销我们的哭声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会推销自己的赖皮换的玩具 我们稍微再大一点的话 我们会推销我们的乖巧换的老师的赞赏 再大一点的话 我们会推销我们的爱情 得到我们的伴侣 你会知道作家会推销自己的作品的 我们冯小刚导演的话 他会推销自己的电影的 这都会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在推销 今天如果你的老板找你聊天的时候 很简单 他在推销你的思想 如果今天你跟你的孩子 在做很强的沟通的时候 你也在推销你的一些理念 所以我们一直在注重的 也是一生奋斗的职业 其实就是销售本质上来说 而且销售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领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叠加战略品牌 也就是说 在我们认知第二 这里面就是我们一生在树造一个品牌 不管你是在A公司 B公司 C公司 永远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你就是你 比如今天我是王婷 我在我一家企业做工的时候 我代表企业的同事 我也代表我自己 否则的话 王婷走呢 李婷 张婷 陈婷 那事实上没有差别的呢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 只要是做销售的同事朋友们 我们必须要理解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品牌 因为除了企业的品牌 还有一个是你自己的品牌 这样的话 你的叠加品牌效应 才会更加彰显 讲到这里面 我要把今天大根 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报告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由内我们怎么样去提前自己 比如说 拒绝背后的原因 然后塑造自我的信心 包括我们的心态 怎么样建立良好的心态 再加上我们的礼仪 以及销售的条件 这些都是我们 在做销售之前 我们自己要增加我们的内功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方面销售好了 在对外 往前面推进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哪些是专业销售流程 包括如何介绍产品 如何说服别人 还有对待看不去的一些方法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大客户销售技巧 我们讲完这十奖之后 还有两奖 就是我们赢得销售的总结 所有我们的精华 还有加上一个基业 长青的榜帐 销售人员最大的困扰 就是每天面对客户的拒绝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分析 拒绝背后的原因 它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内心恐惧 第二个是自我设限 第三个是思维定势 第四个就是认知的失衡 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奖 叫拒绝背后的原因 大家都不太希望面临的拒绝 那我们现在了解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会被拒绝 它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内心恐惧 第二个是自我设限 第三个是思维定势 第四个就是认知的失衡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内心恐惧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对自己的话不太了解 就不敢轻易地尝试 你们有没有看到 如果是店面销售的时候 他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说 先生你要什么呢 他马上说 我看看 如果你跟着他走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压力 走一会儿他就离开店面了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恐惧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恐惧总是发生于内心的紧张 比如说我们来做个试验 各位大家有看到 这是一个火柴棒 这个火柴棒 如果蓝烧起来的话 它的难点是很高的 请问一下 你能敢把蓝烧的火柴棒 放在嘴里面吗 你们可能想到一些事情 哇 这个会很烫人的 哇 这个万一灼伤了怎么办 当你想了这么多的时候 你的体态语言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 你会这样 这些体态语言就会告诉我 你在心里紧张 如果让你在试的时候 你就会很有压力 而这种压力之下的话 你是很容易翻低级错误的 你没有准备好的话 你就真的容易被抓伤了 实际上火柴棒本身并不那么恐怖 当然了 如果是小朋友看到这个 不要轻易的魔法 其实并不难 这时候各位你们 全人可以回去试一下 因为火柴棒 燃烧到火光之后 放到嘴里面之后的话 如果你把它灭 灭起来之后 它里面的空气会怎么样 会非常非常的少 这时候的话火柴棒会熄灭了 如果你控制得好的话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着伤 著名的催眠大师 马修史丽 他做的催眠的表演之前的话 他会做吞火 那个吞火的难点比这个低多了 这么处的铝包上面 有一个酒精棉 然后一点 哇 很厉害 然后从水里面放 哇 你说这么厉害的事情 谁能做得到 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发现五六十岁 老太太上来的时候 只要她相信 一试就可以了 恐惧 主要是来自于内心的紧张 所以做任何事情的话 我们都要了解 恐惧的背后 是什么原因 客户也是一样 所以当你做电话营销的时候 客户说 我需要的时候 一定会告诉你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变强的拒绝 机会要跑掉 如果你做行邀的时候 客户说 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 是上面 我告诉你 他有恐惧 不敢跟你做 太多的心理交流 再说各位 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呢 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消除客户内心恐惧 最好的办法 去选择的话 我认为就是 建立信任 其实 速度一个良好的亲和力 建立信任 是对于销售来讲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步 没有这一步的话 下面所有的工作 都没有办法开展 比如说我经常坐飞机 在机场看到 卖那个培训光碟 像今天我的光碟出来 也会放在机场卖 那卖的过程中 怎么样把光碟卖得好呢 我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小姑娘和小伙子 如果你对那边看的时候 她马上就说 先生你想买什么光碟呢 大凡这样一说 看的人马上就说 我只是看看 马上她就盯在那边 看那个上面那个 液晶品上面讲课的内容 她都没有耐心 也不敢停留时间太长 她就一问 客户就会紧张 所以说你怎么样 跟客户保持一些距离 然后陆陆续续再去沟通 如果你换个方法 比如说客户过来 有点心情 再看一看这个光碟的时候 你说是不是在等飞机还没到 每次的坐飞机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等的过程中 是蛮煎熬的 您随意看看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叫我 这个说完之后 人家觉得很亲近 你跟他聊一下 飞机是不是晚点 飞机等的时间 会不会感觉很煎熬 这时候的话 人家觉得你很容易沟通 他跟你交流 有信息出来 他就不会有恐惧 不会有压力 所以你先迈出第一步 让客户的门槛 能够向你打开 我们用建立信任的方法 消除客户的内心恐惧 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客户的自我设限呢 就是要内同证明 就怎么样让别人发现 更多的人跟他相似的 都在购买 第二个就是自我设限 再说各位 我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 无标准以内 你能拍掌拍多少次 我相信每个人就在想 您的体态里面告诉我 你在回忆 往左边开始在回忆 再去想这些事情 OK 事实上呢 五秒钟 能拍多少次掌声 你没有试过 你真的不知道 我在培训 很多次问女孩子男孩子 他们都会这样说 十次吧 十五次吧 这时候各位 如果你把表掐好 就这样拍 五秒钟 三十次左右 肯定没有问题 你相信吗 我相信你试一下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 我手上有个吸管 这就是我们平常 喝牛奶的吸管 吸管是比较软的 这个大家都认识 不认识的请告诉我 这是土豆 你说吸管硬 还是土豆硬呢 我现在没有任何的疑惑 肯定是什么 土豆硬 那你相信 吸管能够吃穿土豆吗 我们想 怎么可能 但事实上 它真的是可能的 因为 你没有试过 所以你总是觉得 是不可能的 看一下啊 各位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刺穿了吗 已经刺穿了 你平常总是觉得 不可能的事情 但它是真的是可能的 只是你自我设限 所以以前心理学家 曾经做一些设施 把跳蚤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跳蚌蚌蚌蚌蚌蚌蚌 整天跳跳不出去 有一天把容器拿了之后 跳蚤也不跳了 事实上我们的人的心里 有的是这些事情 会说怎么可能呢 就是说怎么可能呢 你的生意就做不好了 因为你总是害怕自己做不到 你自己都害怕自己做不到 你觉得你能做得到吗 客户会能相信你做得到吗 再说各位 如果做销售的话 首先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你才可以感染你的客户 其实平常的话 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第一次买房子 我说我觉得买80个平方就好了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房价这么贵 他们就说 为什么你只买80个平方呢 我觉得我钱就这么多 我会自我设限 但结果我发现 算了一笔账之后 买120个平方的房子之后 每个人还的贷款 相当不是特别多 我被销售里面说服了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 包括我第一次 在买喜来登金卡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要买酒店的金卡干什么 我自我设限 我就没有需要 但上次我一次打电话 又一次打电话 有一天我太太过生日了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找一个浪漫的地方呢 想来想去 我们怎么能睡在家里面 找个浪漫的地方 睡在外面会更好 马上就想到 哦 喜来登的房间应该不错 我就去买了 如果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如果不是喜来登打电话给我 你觉得我有机会买吗 所以客户也会自我设限 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影响它 很重要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在机场 包括我这次刚刚来的时候 我也发现很有意思的一幕 有一个人在问 营业员 说请问你们书店 现在有一个博弈天下的书吗 营业员说 哎呀 不好意思 刚刚卖光了 书完了之后营业员埋着工作 然后那个人就走掉了 哎呀 我说这个脑子真的是进水啊 这么好的机会就溜掉了 如果是我 我肯定会说 哎呀 您是要喜欢看那个书 我发现您可能比较喜欢这一类 您也知道这个是创业的书 前几年刚刚卖光了 然后呢还没来得及进货 还没到我们店面来 那我们另外一本书 前几年也卖光了 不过呢 它已经到了 跟这个内容有点相似 但是呢 它的角度呢 深化的角度呢会有点不一样 不过对您肯定也有帮助 它的名字叫书赢 你有兴趣看一下吗 我不妨介绍给您 你看看 在机场 时间那么那么紧急 有多少人还会去 比较太多呢 它就差不多一翻一下就买了 事实上 商机就是因为我们自我设限 稍纵即逝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 那我们怎么样解决 自我实现的问题呢 就是要内同证明 就怎么样让别人发现 更多的人跟它相似的都在购买 哎 这个很有意思哦 我第一次准备去买一个 比较好的表的时候 我决定去香港 我去香港之前 我就买个八千块钱 差不多就OK了 我就八千块钱表嘛 带上去寄负寒餐 而且呢 看上去的话也能有品味 那这就是我自我设限 到香港之后我就发现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哇 那个表太多了 一眼看一百多万的 几十万的比比皆是 哇 我觉得这个是太恐怖了 然后买表的人 一般的话十万二十万七八万 比比皆是 买个三五万的话也是太多了 这时候呢 我自己的预算马上就提高 走了一圈 结果我就买了一个 是我预算五倍以上的表 今天戴在手上了 哎 那你说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看到很多人都在买 这个其实什么 就是内同 那么多人跟我差不多都在买 为什么我不买 所以说你要培养这种情绪给他们 会营销也是比较有趣的方法 有机会你们可以了解 会营销是怎么样突破 我们的客户的自我设限的 因为本身客户 他自我设限的状态 需要你去协助他的 消费者一旦形成思维正式 就很难突破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 就是体验式消费 首先呢 要让他尝试一下 让他消费的过程中 尝试的过程中 觉得蛮不错的 就能打破他的思维定势 那讲到这里面的话 我们接下来分享第三个 叫思维定势 讲到思维定势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屏幕 屏幕上面呢 有一位女士 叫旋转的美女 您觉得她是在 往左边转呢 还是在往右边转呢 告诉大家 大部分女孩子 看到的可能会是 往右边转 就是顺时针 大部分的男孩子 看会是往左边转 也就是说 你既能 既可以把它看成往右边转 顺时针 也可以把它看成往左边转 逆时针 如果你看不出来 都花点时间 因为人呢 思维模式很奇怪的 有的人喜欢用右脑 有的人喜欢用左脑 左脑右脑 思维的方式就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女士一般是很感性的 所以经常会用右脑 会加强很多联想 而男士的话 很多是记忆和逻辑 所以左脑会看得更多一点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 在思维上面 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不能怪客户 说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你怎么就不知道呢 你直接冤枉客户 你有本事让客户能看出来 那就叫你的厉害了 所以我们经常 经常那个抱怨说 我的东西很好 为什么你搞不定 看不出来呢 我的价格其实不贵啊 其实啊 当你如果记下来 再说一句话 说 其实我价格不贵 一分钱一分货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呢就是在骂 客户是猪头 谁不懂一分钱一分货 那客户真的看不出来啊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 看的图片一样 你自己看的 也是往左边的 或者往右边的 那人家看的是 跟你截然相反 你有没有办法 让别人能看得到 很重要 所以思维定实法 影响很多销售的情况 比如说李舒福 吉利汽车的总裁 他在参加对话节目的时候 他现场又把脚敲起来 说那我李舒福 买的鞋 就是八十块钱以内的 我已经穿完五年了 还这么好 说我就要 做最实惠的产品 那你想你要改变它 很难哦 思维定实啊 还有 比如说 我们真的有一些 补品的看法 有的人从来不相信补品 他们觉得补品根本不好 更多的时候会相信食补 就是吃食物 这些思维定实 怎么样去突破呢 其实很重要的那种方法 就是体验式消费 我们称为小小隔模式 我们各位观众 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经常到 我们一些大型的商场里面 会看到 会让你试穿衣服 特别是花装品 会让你试一下 涂在脸上 哎不错 蛮好的 然后睫毛啊 包括做指甲的 有的是也会 你想想那指甲要是十个 你要轻易地 听从它的想法的话 做了一个 你剩下九个不错吗 小小隔模式很有意思哦 如果你使用了一点点 化妆品 唇膏用了一点点 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你是很容易 再往下面卖个台阶去购买 所以呢 我们要 不要让客户有压力 首先呢 要让他尝试一下 让他消费的过程中 尝试的过程中 觉得蛮不错的 就能打破 他的思维定式 怎样调整客户的认知失衡 我们有良好的种方法 就是价值引导 聚焦 聚焦 再聚焦 你就可以搞定你的客户了 我们的客户和你 不是双赢的 好 接下来我们分享第四个 叫认知失衡 认知失衡呢 其实就很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 针对于我们平常 经常看到的 比如说魔术 它就是一个认知失衡 那有些魔术 在现场没有办法 和大家表现出来 但是我可以用个 简单手法的东西 可以让大家看到认知失衡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刘谦和另外两位著名的魔术师 他们在一次讨论中 得出一个结果 就是在看魔术的观众的心理里面 总是有一个认知迷幻的效果 它是什么呢 比如说 各位看 我手上有一块硬币 这是正宗的硬币 一块钱的 那待会呢 我说把这硬币 放到嘴里面 然后从后面拿出来 我吞下去了 虽然有点累 但我吞下去了 你们会觉得 我硬币在哪里呢 有的人说 在袖子里面 天哪 我放在袖子里面 浑身弄得冰凉 多麻烦 真的没了 嘴里面当然也没有 在哪里呢 现在它在动 在动 在动 它从我嘴里面穿过 我的颈椎出来了 正宗各位 你们发现 是怎么样 到后面去了吗 如果你没发现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认知之痕 你已经被我诱导了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 待会儿 你们把镜头 再反过来回调一下 认真看 慢镜头看一下 你会知道 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想学 倒过来之后 看一分钟 肯定能学得上 不过学练习的 所以魔术本身 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是我们往往 总是认知迷幻的 那我们怎么样 去调整认知 失衡的状态呢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学会 价值引导 聚焦 聚焦 再聚焦 你就不会犯低级错误了 你要知道 世界上一个 著名的魔术大师 叫胡丁尼 很有意思 他非常厉害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锁拿过来 一个小时以内 就能把它开下来 他每一次的话 拿到一个新的锁 都能够搞定 结果呢 有一些人就挑战他 他呢 也把筹码提高 一千美金 五千美金 八千美金 没有一次 他会被别人战胜 结果有一次 一个小镇上面的人 说我们做了一个 很复杂的锁 他们赌一万美金 我们胡丁尼同志 就来了 他开始研究那个锁 那个锁 看上去比较复杂 结果呢 他费了9025之力 一个小时过去了 怎么开也开不下来 特别郁闷 怎么回事 这么就搞不定 被个小镇上面的人搞定了 特别郁闷的时候 他朝地上一坐 一倒 居然那个锁打开了 原因是 那个锁根本就没锁 他在自由城一边 因为一直都听不到 那个锁黄 打开的 帮动的声音 所以他一直在什么 认知失衡了 也就是说 他真正的 在做的过程中 关注了整个过程 但没有关注他 结果我们称为聚焦 所以我们价值引导 是对于认知失衡 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各位花一点点时间 要去了解 怎么样 去造价值引导 我曾经 做过工艺礼品 也就是说 有一个产品 它呢 放报纸之类的 杂志之类的 是布架子 进货的地方 源头都是一样的 在路边上面的 当时我有个很大的店 放在那边 但是跟生产里面的 就是不一样 我的标价是38块钱 商场里面标价是68块钱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商场里面卖的特别好 我们就卖的很差 客户说 你这么便宜 会不会是假的 我说这个布也会假的 没有办法 包括还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让别人接受我们 有些我觉得 这个培训蛮好的 客户说 我觉得这个培训没什么 也就是说客户的想法 你总是很难扭转 那就是因为 他在观察这个事情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而且在以前的经验过程中 他已经被引导 引导了很多 你根本就发现不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帮助客户去确认 你关注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 比如今天我在做培训 你知道吗 我很少已经 很少去做简单的内训了 我现在大部分时间 在做一件事情 叫顾问式培训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客户说 你们价格怎么样 我从来不报价 报了也没报 东西不好的话 你拿来都会累赘的 所以不要犯低级错误 我只要一件事情 我就问他 你需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做培训 他肯定会告诉你 我需要改善我们的绩效 我要提升我们的能力 他总是这样会跟你说 那问题是在于 为什么要选择是失误呢 就跟我们魔术一样 为什么在过程中你被诱导了呢 这时候我们要跟他做一件事情 既然你要关注结效 既然你要提升能力 你要做的件事情 就是培训必须要有效果 这时候我们就跟他去确认 怎么样有效果 他要问你怎么样有效果呢 我们会告诉他 如果你的培训 没有针对性特别强 没有实战效果 没有贴合你企业实际情况 你培训肯定状态不好 而且不能产生公平 也没有办法实施的 所以说怎么样有效果 我们建议他先做调研 调研之后再做访谈 访谈之后再做测评 为什么做测评 因为培训的人 他的素质很重要 设议力模型本身都不退阵 你培训他有什么用 你培训一头诸上述 培训得了吗 培训完了公司倒闭了 来不及的 培训松阻上述更快一点 是不是 我们再往下面 我们才会给他翻案 最后我们再会给他报价 这个过程走完了之后 价格一般他都不会还呢 为什么 价值速到了 聚焦的东西 是他所关心的东西 当你关心客户所关心的事情的时候 客户总是能够接受你 因此 正对于认知失衡 我们有良好的这种方法 就是价值引导 聚焦 聚焦 再聚焦 你就可以搞定你的客户了 我们的客户和你 都是双赢的 好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